这套阵容对于上海DGM而言最大的缺点就是笨重 他是放弃了带线的 就是缩着了 实在不行我给你拖20分钟跟上局一样 因为这把有王昭军有黄忠 除非是一个非常发育非常良好的盘骨 才有机会跟蓝对着带 就感觉上海DGM这局还是希望以稳为主 然后围绕着Rock这个大核心 把比分想要拖到最后的巅峰对决 这种打法让我想到了20年春天的TS 是的 而佛山第二级GK这局依然是他们的赛点局 他们肯定是想往前再走一步的 而且今天其实整体他们的状态 整体来看还是不错的 希望两边都能全力发挥进入比赛 敌军还有五秒到达阵阔 请做好准备 敌流勇金 全军出击 敌流勇金 莫拉推 上海EDGM 抄抄抄 上海EDGM 抄抄抄 上海EDGM 抄抄抄 好看一下中路位置 我们可以看到下路两个人 偷偷的已经是来到了上海EDGM的一个蓝野区 但是同时自己的蓝区也被进了 对 敌流勇金已经做好了换蓝的准备 但是中路线已经清得快差不多了 这蓝先自己先吃一波 他改成绩拿到了 这张的话 盘古 不但没有收获还耽误了自己的时间 对 主要是他刷野素利影响很多 而且猪八戒把下路应该是缩的野药全吃掉 对 那盘古的话可能就挺难受的 这里庄周还好出了被动没有被控 那罗发是闪现过来给输出 再来的1技能拿下了滴滴血 上路的话 蓬蓬追残了汪昭君 也逼出了闪现 这波还能留吗 呃 宁智这里的121 好了 打一套打残 炎梦的卢巴纳斯拿到了二连击破 开局两个头 这样的话特别影响到了蓬蓬的发远 而且蓬蓬这一波自己没有走掉 导致盘古反而刷完了自己下野区 自己还有半片没刷 还能吃中线 但是看一下圆的动向啊 他是选择直接进还是回去自己发远 不进了 因为蓬蓬已经回上了 这样的话就打出了一些人头的优势 对 还好两个人头是鲁巴纳斯的 对 GK来讲 这是不幸中的万幸 对 但是对圆的盘古来说 其实就没有那么的劣势了 因为他周路位置鼓来线之后 经济还是能够跟上的 而且圆现在他下一波野区刷的快啊 就是圆下一波刷完了全野区 蓝还有半片野区没刷的 他下一波是先动的 那下一波两边对野区的这个争夺 就很激烈了 是的 就是你先动了之后 那一波上海EDGM 要不要去组织人去骚扰一下 又或者是趁蓬蓬去刷红野区的时候 去做一些其他的一个交火 下头的话一个2v2的对线 比较正常 黄中在4级之前 就是如果说 除非他线上频繁出爆 否则也就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了 先发育 庄周又进来了 是的 毕竟三手得要打主动一点 白兽也在赶过来路上 问这个蓝没了 庄周拿下来剩4了 这样的话想留庄周也有点难啊 但是能不能杀硬伤害 连波给大 配合黄照顶的一技能 直接带走了阿改的庄周 虽然你反了蓝 但是人得留下来 是的 这把猪八戒是 这把猪八戒玩的是很舒服的 就住在对面野区 你拿我也没有太大的办法 两边打野玩的都不是很舒服 只有百兽快乐 还有这个鲁班纳斯很快乐 是鲁班纳斯两个人都到手 还有一个助攻 两边的打野一个1600 一个1800 百兽一直在对面野区骚扰嘛 对 包括刚刚那一波也是 一波线都让蓬蓬吃掉了 小野都是他的 因为还是那个点就是 他越限制盘骨 蓬蓬这把过得越顺 是 但蓬蓬目前吃上线吃中线 经济还是比较可观的 想开 然后网络军给大了 给个冰冻 但是个鱼啊 这条鱼太滑溜了 是 控不住 对上海ED节目他们就是前期 伤害比较高嘛 但是庄周稍微等级成长一下 他的血量成长是非常高的一个英雄 但是下路这波我们看到 颜梦的一波主动开团 逼出了孟兰做上枪的进化 那要记一下CD 嗯 不过还好有庄周在 这个进化 就不用太省 嗯 4级之后 黄中就安安稳稳过日子就好了 上ED节目 这里要开始组织上半区的一个 试探性的进攻了 应该是 就是黄中到4之后 先看这波 圆 清风是上来支援了一波 先一个大招压低了血量让百兽冲上去 对 血量被压得太低了 对 而且猪八戒是极限位置是开到了云 时间清风交险过来 而且这波还是 这波是 死在了一个蓝buff刷新的一个 时间节点 时间节点了 这就很伤了 这波我感觉不光能进蓝了 好像下一波红也要出问题了 但是这波蓝被拉脱了 但鲁班大师的大招CD还蛮久的 王仁冰冻各种耽误时间 拖到盘古 复活赶过来 看有没有机会救一下这个蓝蓝蓝 我已经是听完了上路线了 他只让自己家的猪八戒跟庄周去返 他自己不来 是的 但是在上海DGM的视野里 蓬蓬是消失的 不确定在哪 再消耗一下 而且刚刚我们看到一些细节 比如说庄周 王昭冻不好动 然后猪八戒有霸体 也可以去吃王昭冻的二 所以这局王昭冻 单兵作战想要去控人的话 是有难度的 你得先逼对面的技能 对 庄周周还有进化 今天也很聪明的是 利用猪八戒跟庄周的这个时间 先干扰对面盘骨的发育 然后让蓬蓬一个人安稳地吃线 然后吃自家野 不要让蓬蓬参与到 入侵野区的行动当中 是 是 万一哪一波被控了 或者说掉状态了 那自己发育就会慢 这里两边的打野 现在已经是一点 通过这个 真的是靠边路一点一点的蚕食啊 是打野的经济 已经是出现了一个 小1000的一个经济差了 慢慢再扩大了 是的 盘骨会越来越难受 因为对面的庄周跟猪八戒 会持续去进攻 而且 而且黄中 他因为他只能守塔 他吃不到额外的资源的 他跟随着交不一样 蓝 然后一个打扑 就过去 而且能刮刀 直接收下了肉口黄中 而爷们的鲁板 这也走不掉 被蓬蓬拿到了一个双杀 但是这波庄周扛塔致死 但这波已经是让 这波打完了 蓝就已经限制不住了 肥了 他的经济更高了 4200 但位置压了1000 主要是看他的一个队位 主要是对到 我觉得是对黄中 对 下一期节目 从游戏的第一波野区 就是 虽然有这个反击 但是还是说 整个防山第二季 GK他们的进攻 太频繁了 而且很强势 太主动了 尤其是体现在 这个猪八戒的一个身上 对 板兽这局 真的打得很主动 来看下午就不回放 提前就绕过来了 从蓝区 后方绕过来 打起来 这里沈默西被留了 脸破一个大招 拍起来 收不掉了清风沈默西的人头 沈默西刚刚这个位置 非常靠前 而且自己的猪八戒也不在 这波 一地节目五个人 在河道的位置 找到 找着了一个机会 应该是首篮的过程当中 黄中加大 打到庄周身上打盘 逼出了庄周的大 但中线被佛山第二季 GK给清掉了 而且上路是彭梦多吃了一波兵线 又多拿了一座防御塔 嗯 现在彭梦是全场最高经纪 对今天这场比赛 这场比赛最重要的博弈 实际上就是在于 盘古和蓝的一个博弈上 来看一下这波沈默西的阵容 是孙让香往前翻滚 但是孙让香这里有进化 但是沈默西就被拉到了 闪出去了还被拉回去了 嗯 然后我觉得GK现在打 一地节目这个阵容的 思路应该像 平时我们在巅峰赛所遇到的 那种养猪流 有点像 保着一个大哥的打法 是尽可能让自己的切入味 多吃经济在团战当中 一击必杀 两边都是养猪流 只不过养的猪不赢 对 孙让香就属于正常发育 现在七分钟了 双边塔拒破 实际上的话 彭梦就是可以不断的 通过带线的牵扯 把经济差拉大 而且沈默西 就会得到一个很好的发挥了 是 这个阶段也就是上海一地节目 最难熬的时段了 他们没有办法 去跟佛山第二季GK的代线去抗衡 上一地节目 还需要熬到 像上一把那种 四万打四万五的那种情况 才能打的 但这波炎梦上来 应该是想找机会 可是面前是个庄周 没办法 庄周只能灌伤害 把他灌死 这才是最烦人的 就如果你灌伤害 所有的伤害 全给到了庄周 那蓬蓬的蓝怎么办 不太现实的 全给他 是的 再扣一个蓝buff 又被拉脱冰冻 拖时间 就尽可能去拖延 防战第二季GK反蓝的这个节奏 但是这波是 转下 蓝扑进去 直接打了一波 黄中的状态 下落 哎呦 扛塔 撕血啊 没死 这波二塔退掉了 八分半的时间 然后继续进蓝区 对 对于上海EDGM来讲 该给你的 就给你 但是每一波 我要终取 拖更久的时间 嗯 但这波GK也是 没有第一时间 就 呆在了蓝区 可以等蓝走回来 而是选择先推下二 我们可以看到 这里打野上的 一个队位经纪 已经是 两千 两千五了 差不多两千五了 要射手也是 要两千吗 主要射手位就是黄中 他吃不到其他的东西 这样的话慢慢的资源 两边的资源就不对等了 对 因为这把肉可 前面一直在下落 对 上海ED 那个防山第二击 GK就带边线 然后轻资源 带边线轻资源 慢慢模拟 然后这个地方能吃到的 无论是中立的这些资源 包括是小野 包括buff 能清的就清 打到十分钟 然后主宰 通过这个主宰 直接开始打正面的推进了 他不急的 那十分钟这一波 一旦上海EDGEM 中路一塔没有掉的话 那其实上海EDGEM 是有机会在十分钟 找一波机会 跟第二击GK接一接 来 这波中华一声一开 开到这种大招拦住 神匹一颗雷架下去之后 拦突进场之间 先杀了王昭君之后 进行打黄中 但黄中架大之后 有双克没死 被猪八戒被拱死了 百兽拿到了一个 终结的大人头 盘古这里也捶死猪八戒 打了一个二换二 但是上海EDGEM 是中路和射手 双C倒了 是的 猪八戒 因为他自己带的城 他先开龙了 实际上的话 配合双热箱是可以拿龙的 而且主要是 这个中塔掉了之后 就意味着十分钟之后 上海EDGEM 他们就只能选择防守了 如果说这个中塔还在 他还可以尝试的 极下中左中右的视野 百兽拿到 再拉过来 再拉过来 这里伤害够不够 看看百兽黏住了 凝质是有闪的 他用二一走 再拉过来一个 在塔下 猪八戒有点残 盘古一技能跟上去 接普攻 但猪八戒有一技能双手枪 反手一枪 带走了盘古 没办法 他这把太穷了 身板很脆 是的 主要是太穷了 这波百兽的猪八戒 关键成伤 百分之六十 不但在上一波 很关键的团伤当中 开团成功 而且 配合队友拿完龙之后 又进行了一波 骚扰杀掉的对面打野 对 然后我们看蓬蓬的一个出装 这套出装目标直至黄忠 就进去硬换你都可以 是的 明刀已经出来了 中二塔也要推 上路位置还有一个暗影之境 可以中转上 先把外塔全部都拔掉 因为GK他不想重蹈上一局的负折嘛 他就想快速去打高地 那现在上海异地剑还是得要围绕着防御塔去拖 因为有王昭君还有黄忠在 其实清线没有什么太大的压力 刚才救赎之夜是抵掉了沈默西的第一个大招 对 上路这波暗影先锋是收下来了 中路 中路 哦 王昭君被架残了 连波砸一个大招砸起来锁上香 这波蓝进去之后被打盘了 赶紧凸出来两边互换了一波状态 明刀被打碎了 这波进去之后不太好切 有高地 对于佛山第二季GK来讲 这把就是慢慢磨这个高地塔 因为现在外塔全没了 先回家收一波自己家的一个资源之后 就是频繁地去占视野了 上一地节目也是想得很明白 他就抱在家里面不出来 对 我感觉佛山第二季GK往后拖还是有风险的 因为一个王昭君 一个黄中 他们这个阵容围绕着黄中打阵地战 还是很强的 也就是围绕高地打 而且看黄中的经济 他现在已经三件套了 包括黄中的一个出装 这个就是专门对付蓝的 因为沈默西的雷是有救赎之意 可以帮他挡一下的 那对于清风来讲他只能一波团 咱两个大可能才会有效果 等这个防装出来 感觉高地塔下的团战会比较好打 那这个时间也是佛山第二季GK 得要去加速推塔的时间了 对对于佛山第二季GK来讲 实际上他们完全可以说白了 做一个阳攻 实际上在团战第一波去假装目标 去指导黄中身上 实际上人先处理前面 因为孟兰的装备 不声不响之间也是三件套了 他跟黄中是一样的经济 是的实际上就是在这个时间点 上ED节目他聚集了大量的经济给黄中 前排这时候是非常脆的 现在装周箱一直在塔外磨塔 但是同时风险系数也非常高 现在得要稍微稳一点 其实装周在他就不怕 装周只要在旁边 就不用怕被开 一个装周一个净化 双保险 还是得小心 他们现在已经 他们现在已经是讨论好了 先交哪个技能了 肯定是已经说好了 黄中在下路 已经把大招架过了 点个链子转中路 但是孟兰这里的磨塔力度非常强 是的 装备好压 下路高地已经磨了个半血 中路也是半血 GK采取的方式是不清线 因为不想给黄中送钱 是的 所以他选择了卡在野区的位置 然后保护孙上香去 吴宾县去磨高地塔 这样的话 上海ED节目在防守高地过程当中 血量高地塔 血量一直在减少 但是没有经济收入 细节 然后直到这条暗影主宰 快刷新了 GK清了中线 两边线他不带 你只要敢出来 我就抓你 是 他就采取这样子的 就不给你的大各位吃钱 这个很需要主指挥的思路很清晰 而且对于有的执行得到位 但是上路兵线囤的太多了 蓝就有点卡不住了 放进来了 但可以拿龙啊 然后再看能不能反应个红buff 盘古的位置在下边 但是有视野之灵看到了对面野区 自家野区有人 这波直接要去 等一下 盘古是让后啊 这波想打 但是 但是 翻滚发现了 有进化 直接给他伤害能不能死 庄周极限大招救来了 但是圆盘古顶不住倒下了 那这波 上海一定说必须得退到高地的位置 继续防守 不得不说 庄周改版了之后 这个大招 这个盾还是好用的 很极限 因为庄周大招现在是可以提供一个护盾跟解控的效果 没有之前的免伤了 不过这一波虽然是死掉了圆 但是同样的上一地节目还是有一点点机会的 因为进化都没有了 对 意味着你可以开到他对手的后排 但是下路高地已经被点掉了 中上兵线压力比较大 猪八戒上海一个大招 蓝一下沈不息 一颗雷灌下去 中路高地顺势而破 而上路的话蓝一个人在拆 黄中这波已经是出道气血了 但是上路高地要掉了呀 三高一破 佛人第二击可以选择等一波进化跟庄周的大招再来打 对 上海一地节目没有选择在这一波强行去拼一下 这样就意味着他在下一波团战又要面临着两个进化的孙少香了 没错 确实上一地节目这个阵容想要去切孙少香蓝 可是他们这个阵型就是等着对面过来 然后又黄中和王昭君这边的火力去打 但是因为庄周的原因 所以只要佛人第二击可以他不主动去切你黄中 你就开不了团 对 这一地节目这这么多控制 但是他开不了 呃 蓬蓬这里要有复活甲了 他可以打团前把鞋子卖了冲进去 是的 就是现在对于佛人击可以来讲 他是有一波复活甲差的 而且这条暗影暴君我觉得他们可以去拿掉 但是看这几个人的位置要直接打了吗 若克的位置有点危险被炸了 看这波蓬蓬过来直接被绞线 但是强突 若克这里架起了自己的大招 原地输出被弄温 大师拉走了 但是猪八戒近身打到了黄中 但气血还没吸吸 若克还没有死 有链子 鸡血吸回来了 三连绝胜 若克的黄中站住了 而且这波可以把线推出去 这一波是佛神第二阶级给吉恩五人之力没有切掉 而且上海EDGM一个人都没有倒 最快还有20秒左右的时间 不过有二塔的减速 包括自己的兵线也不好 这波真的只能把线推出去 不过这一波把线推出去 已经缓解了上海EDGM的一个劣势了 只要再打赢一波团 上海EDGM就有机会打一波的 我们看蓬蓬想干 想偷但是对面是有人防守的 正面最快复活时间是来得及守的 看到蓬蓬的一个视野 但是不好包 不好包 他们就从带线 包括这个整个阵容是非常笨的 对 包他的话浪费时间 所以上海EDGM选择了直接拆中路高地 那这样的话他们下一波团一旦打赢就翻了 现在对于上海EDGM 他们这一波还是没有办法 他们下一波踩不出来 还是要再守一波才行 因为下一波他们想去争夺这条主宰 相当于屁股要露出来了 对 还是要再打一波这样的团 但是这波主要是蓝的突进 但是这波主要是蓝的突进 包括猪八戒的进场 他被王昭君拆复 他知道热口没练子 所以想去强突 你看先是一个脚械 然后这个时候 送上枪的位置 没有办法直接去打到黄中 打了一枪极限一撕血 然后看这个气血怎么回起来的 一直在走哎风筝 再加上一个冰冻 冻到了猪八戒 不然猪八戒补伤害 能把黄中补掉感觉 但现在双边线的压力还是很大 主宰刷了 对继续守 上一天坚继续守 要托福报龙王 这条主宰出来有风险 我们看蓝已经在边路带好 这个蓝在这时候出现在边路 就已经劝退上一地坚了 嗯 再顶出来要绕后了 那正面的话 佛山第二季机可以是可以拿暗影主宰的 对于一地坚来讲 不好出来争 出来争的话胜算也很小 反正正面 佛山第二季机可以想要强行切入去打到热肯 有难度 而且付出的代价实在太大了 主要是在那个时候是有一条暗影暴君 他们没有选择拿了暗影暴君去打 如果有那个暗影暴君的伤害 感觉热肯已经没了 是的 伤害就够了 他们是选择了在暗影暴君刷的一瞬间 直接冲过去 因为猪八戒找着机会留住黄中了 但不要小看鲁班达是保护能力 一波团战几个链子保下来 对还有一点伤 你可以看到上一季间 佛山第二季机可以 这里是没有任何的一个制裁效果的 这是为什么 刚才那波能回那么多的一个原因 气血之刃 冻到了 但是这里蓬蓬有大招 四上香生气了 破军出来了 而且蓝也破军了 不个伤害就是要强先 就是我要不就补制裁不让你回 要不就增加伤害量 直接一波带走 佛山第二季机肯定是不想拖到巅峰对决的 而上海EDGM正在想尽一切办法 想要去翻盘 想要拖到巅峰对决 没错 但是这波若克打完之后 等看他的经济一万五 他身上是有赋予的钱去换复活甲 也意味着佛山第二季机可以在打这波团之前 要算一下 若克其实是有两条命的可能性的 所以得要理智啊 保持冷静 这个对近阶段的佛山第二季机肯定是很重要 还想控红 黄中直接架大 猪八戒还可以啊 猪八戒吃到了黄中的暴击 但这个红没有让若克拿到 实际上现在若克 这个红已经没有太大意义 活着 你没有必要减速别人 因为别人会冲过来的 对 只不过红八戒会多一些真伤 是 加的伤害是关键 马上要刷风暴龙王了 这个是 狼队的伎俩了 四个人堵着 让这个打野先开龙 然后等龙道展察现在过来打 是 但是黄中配合罗巴大师一个拉炮 直接打残了孙上香 上海一地剑目是意识到了 盘古开始挤视野了 这里 严梦给了一个笨狼 但是黄中这里的加速被打断了 在清兵的过程当中 凝职这里是看到了龙王的血量 彭梦在拉脱的边缘应该卡着龙王 上龙有超级兵 上海一地剑上线不好啊 GK肯定不会强打风暴龙 会打拉扯 拉扯对 但这条龙的血量已经过半了 这个线上海一地剑目得要回去处理的话 盘古先露视野了 彭梦一直卡着位置 不让这条龙王拉脱 对 这波内影很冷静细节了 这样的话 上海一地剑目破于兵线压力 只能回防 因为我们刚才看上帝视角 刚才继续在追的话 那个孙上香是能超黄中的底的 对 他甚至可以顺着上路超级兵直接一波 如果你过来抢龙 就是现在对于一地剑来讲 水晶是更重要的 第一条风暴龙王可以给 第一条风暴龙王所提供的这个 护盾效果只有20% 忍了这么久 不差这么一条风暴龙王了 对 你都选这个阵容了 你都决定要这么规则打了 那就 就这么执行下去 刚刚也看到了若克 确实在那波团战当中 他活下来了 想要稳着打 但是佛山第二季GK 他们其实这局也确实做到了陈卓冷静 然后 目前为止 对于沈默熙来讲 也要把输出贯彻到底了 大叔也在准备就位了 对 赶紧存两个大招 到底是吸得多 还是打得多 若克他把 他唯一的防装 不想知道卖了 换成了一个日渊 日渊 让自己攻击多一个单位 这样的话 他真的是纯输出 很容易一瞬间就没了 就 我觉得他这个点也 就别了 我觉得他这个点也是看到 对面没有出任何的剑治疗效果 就大力出奇迹 对 我打得越多 吸得越多 只要我吸上来了 要来了 比较关键的一波 团战了 黄中先驾大 庄周上去 孟兰直接被打出了复活 这里换出了鸣刀 但是庄周给了一个打扰 保一下孟兰那波砸地去 孟兰和色尚翔被击飞了 没有死 残血能凑 这波出发戒 也没有办法进入黄中 我黄中的这个驾大的威力太大了 直接相当于秒了色尚翔翔 对 这波是直接日渊开出来之后 秒换复活甲 这样的话 先打掉了对面射手核心的一个复活甲 这也太关键了 这个纯输出黄中啊 大力出奇迹 是的 我们看到上海一滴战们 这连续两局任性十足 真的 他为他们感到激动和开心的 真的打得很热血 同时佛山第二季GK前面的运营 也真的打得很漂亮很细致 他和上一把遭遇了 比较相似的一个问题 就是推不进去了现在 现在是三高全破 但是水晶拿不下来 没办法 这是后期阵容 确实有点难去突破对面 王昭君加华中 但现在上一滴战 他们也没有那么干 把世界技术来 这波想开一波 开一波梦兰 但是庄周开了一个大招 往后撤 往后撤 闪现逼出了庄周的大 但这波鲁班纳是没有大了 他们下波开不了团了 嗯 那没事啊 言文说我反正是以宝为主 这波只不过想找机会 是 继续去运营兵线 因为现在佛山第二季GK 他们后期有一个非常有力的优势 就是超级兵 但这个黄中确实 手超级兵速度还蛮快的 他输出很高 他的被动有加攻击力的 就我觉得打到后面的话 反正第二季GK 应该是现在想运超级兵了 对 让那个兵线把黄七炮骗出来 然后他们再进 这波 彭彭不敢上 他不敢上 他没有必杀的把握 如果上了这波 自己被反杀了 那就难受了 风暴龙快刷了 一定不能在那之前掉点 没有什么是一个黄中一炮 解决不了的问题 就怕拼输出 战者西 蓝西不过这个黄中 清风发现了问题所在 出了梦魇了 梦魇 最后一剑补出了梦魇 那看一下若克这里有没有发现 毕竟减50%的回复效果 梦魇一个人在打风暴龙王 已经rush掉了 很快 他毕竟是破军的孙上鞋 对 杀很高 这是24分钟的风暴龙王 是32%的最大生命值的护盾 其实风暴龙王最厉害的 就是30分钟的一条 是 满盾 50% 那现在上海EDC面对压力 是对手有风暴龙王 同时还有三路超级兵的压力 对 对于风暴龙王 就是功本你先上 就还有一个原因 如果风暴龙王 如果风暴龙王 再把错了30分钟 拿了一个额外50% 生命值的护盾的话 会让黄中吸不了血 是 因为吸血的话 对于护盾没效 是 继续在控线 是 百兽把上半图红区这边的视野先做好 运了一个三线齐进 又是三条 风暴先锋 现在上海EDCM先把中线给清掉 什么系 第一个大招 这二一招弹到的若克已经被打残 将会闪现 躲了猪八戒的二技能 这枚龙王送进来了 黄中选择了加大保护水晶 但正面的黄中军也被打残了 拉了一个大招就过来 打到了孟兰 打残了所有枪 冰线也清掉了 但这波后面还有一波冰线 下路还有线 对这个地方先拿外面的这个 而且黄中的细线刚刚被打出来了 这个很关键 日圆也没了 这波若克就直接在打猪八戒 一个人有点顶不住 只能先跑了 但是侧边的话 凝珍的连波被打到半血 要回家补给 忘了冰冻 大招时期已经过了 黄中的炮听不了 黄中被拦了 猪八戒要拉进去 看这波蓝切到了 黄中 若克有点跑不了原地 换了一个复活甲 被打出来原地要被守时 这波若克倒了 黄中没了 还有龙 正面的话若然山还活着 继续去输出 我先打掉了王朝 继续点水晶 让我们恭喜佛山第二季GK